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吃饭 我们广东人无饭不欢 外省人都喜欢吃面 吃饭很多人都吃白米饭 但是为了健康 现在很多人加入糙米混合一起煮 认为这样营养价值高了 而且纤维更高 但是最近很多人除了加糙米 还有其他东西加进去 这个造成现时的十谷米 这个十谷米其实有时不止十样 不过多数以十样加起来 就叫做十谷米 你可以加多些东西也可以 这个十谷米是什么呢? 其实是有十种谷物 这多数是包括有机的野米 有机的糙米 有机的小麦 有机的燕麦 还有巧麦 小米 黑糯米 红糯米 二米 其实有些甚至加的莲子白盒内部 都可以 其实为什么这些会比白米好呢? 因为白米去掉了糖枯 和胚牙 剩下只是碳水化合物 只能提供热量 营养价值当然低于十谷米 那究竟营养方面 十谷米有什么好呢? 原来这个十谷米的纤维 和维他命B杂这些含量 比白米丰富了很多 它里面所含的一种叫小米 只是小米一样 它的热量虽然和白米差不多 但是纤维丰富很多 100克里面 已经有6-8克的纤维 是白米的6-8倍 也是我们平时吃的 认为多纤维的这个蔬菜 高出2-3倍 除了这个纤维之外 它还有丰富的 铜、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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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微量元素它都有 那么营养丰富 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疗效呢? 它是可以降血压 降胆固醇 清除血栓 舒缓神经这方面的作用 除了还对便秘 高血压 皮肤病 还有 盲腸炎 失眠 或者口角炎 这些效果 都是和药物差不多 而且最特别的 药物吃了一定有副作用 而十谷米有药物的医疗价值 但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这个这么好的十谷米 如果你不是我跟着提供的以下人士 应该吃多些 因为虽然那么好 不是人人适合的 为什么呢? 第一类 痛风人士 就要少吃 因为这个十谷米营养真的很多 但是因为它全谷的杂略 所含的飘零 含量相对比百米高很多 这个有痛风的人 当然应该尽量避免这类 高飘零的食物 第二 就是有肾病的患者 因为肾病的患者 需要控制蛋白质的摄取量 而这个谷类外皮 有较高含量的甲和鱗 这些也会影响肾脏的代謝 所以如果有肾病的朋友 想吃十谷米 最好请问你的医师意见 或者营养师的意见 第三 第三就是长者和腸胃差的人 因为这些谷物的纤维 是含量比较高的 而且含量越高 我们的腸胃就越难消化 而口感又更加硬 所以长者 他们的消化系统已经弱了 有些连牙的咀嚼力也弱了 有些掉牙 而你本身不是长者 但是你腸胃又欠佳 所以这方面也不适合吃十谷米 除了这几类人士 如果你是健康人士 而吃十谷米 你就得益量多了 希望大家考虑一下 你适合不适合用 多谢你收听